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呈现一个日本的一个风格非常的明显 那再搭配了整个车身全部都有一个一笔书画的一个线条的设计 让它整个就是设计感非常的鲜明以及前卫 那除此之外呢 再搭配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LED的白柄头灯 以及在尾部的部分有一个LED的光条式的尾灯 让整体呈现了许多新世代的一个元素 那除了外观之外我们从内装这边可以看到 整个内装的设计呢 是一个非常时尚简约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从悬浮式的仪表板 或者是在中控台有一个非常直觉式的中控台 以及很多的一个置物空间 总共超过14个以上的置物空间 它都是使用一个消费者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做出发去做设计的 在搭配我们的这个非常实用的电动滑门 以及滴地板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呢 可以符合许多不同年龄层的一个消费族群 那在座椅变化跟空间运用的部分呢 绝对是Sienta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你可以看到驾驶座高坐姿的这个设计 以及一个剧院式设计 让二三排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视野空间来看 那另外呢再搭配第二排一个翻折式的一个收折 以及第三排它是一个下潜式座椅翻折的一个设计 让它整个后厢的空间可以完整的释放出来 那就可以满足许多消费者还有不同的需求 不同生活形态都可以去做满足 那在动力编程上呢 除了1.5的动力之外呢 其实TMC针对台湾特别开发1.8的动力系统 那两者都是搭配CVT的一个五段变速系统 所以在行驶上面呢也非常的平顺轻快 非常方便行驶 在安全的部分呢 安全配备上面呢 Sienta搭载了九大主动安全配备 VSC TRC HAC DSC等 总共有九大的主动安全配备 可以来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上面的需求 那Sienta在等级跟价格编程上面呢 总共有六个等级 五人座在经典的部分 1.5是69.9万 那1.8豪华是74.9万 豪华Plus 76.5万 那另外七人座我们有三个等级 是1.8的等级 从豪华入门是79.9万 豪华Plus 81.5万 以及尊爵88.9万 那以上是针对等级的编程 那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就是 今天开始可以力领到我们各大展间来看一下我们的全新的实验堂